国内疫情急速升温 专家更警告 从科学的数据来看 去年染疫的患者 平均测出的CT值为30 不过最近随着病毒变异 在宜兰的确诊者 他们验出的CT值是比较少的 只有12而已就确诊了 这两者之间 病毒的浓度足足相差了 有26万倍 到目前为止 戴口罩还能自保 但如果病毒浓度来到26万倍的话 病毒会从口罩跟脸颊缝钻进去 可能是无孔不如 全台警戒本土病例大爆发 国内医师更直言 新一波病毒入侵来势汹汹 这就是病毒真的变异了 我觉得早期的时候 这个病毒刚在人类流行 那当然它的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CT值就相对的高 也意味说 它的传染性散播性是更强 国内医师指出 从科学数据来看 去年染疫患者 平均测出的CT值为30 也就是潜伏期的违阳性 但最近迎来的确诊者 却验出CT值仅12 这病毒浓度填茶地远 以B肝或C肝患者为例 若CT值为12 通常已是重症状态 体内含有大量病毒 而30减去12为18 2的18次方 则是惊人的26万 也就是病毒浓度 较过往足足高上26万倍 那公卫专家认为说 本来也许是差不多1.5左右 因为每个研究的结果 会不太一样 那1.5变成现在的2.5到3 的确是有增加的一些数据 医师推测 这一次入侵台湾的病毒株 极有可能是来自英国的B117 而CT值只有12的确诊患者 更犹如行走的病毒 过往戴口罩还能自保 但若是病毒浓度来到26万倍 病毒从口罩 脸颊缝 都能无孔不入 钻进呼吸道 我觉得这个这一次的 是比之前还更困难 因为病毒变得更容易传播 那现在又有一些 还找不到原因的感染 所以社区感染已经是非常明确 在医师眼中 CT值12确诊患者的出现 等同夺王 也就是超级传播者 即可能出现 而台湾当今的群聚感染者 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还来得及赶快围堵 那围堵就是要让我们争取 有时间来打疫苗 医师呼吁紧要时刻 最关键的还是藉由疫苗接种 将扩散范围降到最低 三地新闻监事会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